小宝贝,别哭了,真可怜,这么小就没了妈妈,宝贝乖,要坚强,虽然你的妈妈没了,后面国王会娶个崭新的王后,然后王后不喜欢你,把你赶出王宫,让你流落街头,在冰天雪地里,你连双鞋都没有,可能会遭遇强盗的袭击,遭到野兽的捕猎,王后觉得不过瘾,找杀手杀你,用苹果毒你,但你一定要活得像一个公主一样,不要低头,王冠会掉,不要流泪, 王后会笑 怎么还哭呢,我都这么安慰你了,我可是我们这边安慰方面的转甲,别哭了,张刘来了 没想到有朝一日,撒家也能当上王后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谁 我是奶妈 奶妈你好,那这位是 我是梁志超的奶奶 那地上的这位 我是梁志超的奶奶 我没问你 这个就是白雪公主 你别乱说,我刚当上王后不可能这么快,别误人听呗 这是前任王后的孩子,您刚入职可能不太清楚 哦,孩子 孩子叫阿姨 王后,叫阿姨不合适,您是她的继母 我是她的继母,那要这么令的话,我老伴国王就是她的继宫了 不是皇后,国王是她爸爸 这就不对了,我是她的继母,天对地,母对宫,大陆对长空,继母对继宫 不是那个意思 怎么不是呢,如果不是,国王他叫爸,我就是妈,如果我是继妈,那国王就应该是继,继爹啊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你什么态度,我可是王后,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梁志超的奶奶 玩会儿魔镜去 嘿,魔镜,你好,我在 给我乐一个,我是魔镜,不是模特儿,王后殿下 好吧,那就让被弗丽萨杀死的所有人复活 对不起,在下没有这个功能 嗯,那就来一个,灰心炒饭 再来一个,黄金开口笑,挑嘴大声那种 对不起,我来不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叫什么魔镜,整个一个魔废物 大姐,你使用之前看眼说明书行不行 我的功能是回答问题那种 哪里不会问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消息 都他妈依贼,那种啊 那你不早说,我哪知道 那请问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这个其实不太好说 所谓文无第一,文无第二 审美这种东西,见人见智 要我来看美的人很多 比如苍景女士,郭多爷女士,冲鞋女士等等 这些人您知道吗 不了解,没听过 也对,您是西方的皇后 那泰伦斯维夫特您应该知道吗 啊,他也演过那个 没有,您可能误会了什么 那换一个说法吧 我是不是咱这一片最好看的大萨蜜 是,也不是 如果您和鳄鱼相比,您是最美的 如果您和哥斯拉比,您是最美的 如果您和羊駝比,您是最美的 怎么都是些牲口 达尔文说过,人类是高级牲口 那我要和人比呢 您硬要和人比的话,您是想的最美的 所以说要辩证的 你等一会儿,他就让你滑了过去了 什么叫想的最美的 你一破镜子,嚣张什么 不就是能照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吗 王后殿下,从物理学光的折射与反射的角度分析 我只能照一些乱七八糟的人的说法 对您不是很有力 我的天,小模拟很有啊 您过奖的,您身为一个二手的王后 能把蛋黄的长裙顶脑袋上 加上还能问出这种问题 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后现代主义 平凡且自信的行为艺术大师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您啊,是小母猪找牛郎 什么意思 长得丑,但玩得慌